三百斤的大黑胖子安禄山居然和四大美女之一的杨贵妃有一腿,两人一起洗澡太暧昧,皇帝为什么不吃醋? 让大唐帝国由胜转衰的关键人物安禄山,他的身上有太多引人深究的话题,最令人好奇的就是他和四大美女之一的杨贵妃的关系。 虽然他比杨贵妃大二十岁,但杨贵妃却是他的干妈,安禄山每次外出打仗回来,都是先去看过杨贵妃才去给皇帝赴命。 他们关系暧昧,为什么李隆基毫不生气?美貌倾城的杨贵妃为什么能看上三百多斤的肉球安禄山? 他们究竟有什么关系?这里是瑞历史,和你一起研读趣味历史。 安禄山是唐朝末年的一个将军,出身于突厥部落,后被唐朝封为郑国将军。 在唐朝晚期的政治腐败和内外交困的背景下,安禄山崛起为一股重要的军事力量。 杨贵妃则是唐朝宫廷的一名宠妃,出身于一个贫寒的家庭,后被唐玄宗看中,封为贵妃。 杨贵妃美貌动人,深得唐玄宗的宠爱,甚至影响了唐玄宗的政治决策。 安禄山聪明直率幽默风趣,唐玄宗很喜欢她,唐玄宗和安禄山聊得很开心。 经常留下她,一起用膳。 一次,杨贵妃作陪,安禄山见到贵妃头戴凤冠,身穿艳服,坐在一张华丽的安乐椅上时,眼睛都直了,目不转睛地望着这位胸部丰满的角色娘娘。 越看越喜欢,看得安禄山骨头都酥软了,杨贵妃心领神会,于是退下左右侍女。 每次安禄山进宫和李隆基一起喝酒,杨玉桓都会在他们有说有笑的时候,表演即兴舞蹈。 安禄山看到后,也跟着音乐翩翩起舞,三百斤的胖子跳得像模像样,逗得李隆基和杨贵妃捧腹大笑,为了羡慕唐玄宗。 也为了掩人耳目,46岁的安禄山认了26岁的杨贵妃为干妈,这是安禄山的升迁之策,也是唐玄笼落臣子的策略。 当时有个习俗,婴儿出生后第三天,母亲要给新生儿洗澡,一是为孩子洗去出生后身体上的污秽,二是为了图个吉祥,讨个好彩头,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平安健康地长大。 杨贵妃认了安禄山为干儿子后,决定在安禄山生日过后第三天,亲自为安禄山洗澡。 杨贵妃吩咐宫女抬来一个大浴盆,将安禄山放进了浴盆,杨贵妃一边在安禄山身上撩水花, 一边还用姜片和艾草给她擦关节,林了还在安禄山的大肚皮上用鲜手拿着葱白派了三下,意思是要她长大后,聪明伶俐。 杨贵妃在给安禄山洗澡结束后,还特地安排下人将安禄山用被子包裹起来,当作强宝中的婴儿满宫里跑,在众人的嘻嘻哈哈声中引来了唐玄宗。 唐玄宗看见安禄山的迥样哭笑不得,唐玄宗不仅没有责备杨贵妃的鲁莽,反而给了杨贵妃赏钱。 安禄山在任杨贵妃为干娘后,多次去宫中请安,趁着自己的干爹不在,跟杨贵妃玩得很嗨。 据说,有一次,两人在嬉戏打闹的时候,安禄山吵着吃母乳,一个不注意,安禄山的小胖手竟然将贵妃的胸给抓伤了。 二人虽说平日里偶尔放浪行海,但也能仗着母子关系敷衍过去,但是这次以女性敏感部位的抓痕为证,被舆论说三道四是清,过不了玄宗那关才是最重要的。 贵妃与安禄山一个是得宠贵妃,一个是宠臣,深得玄宗宠爱,但毕竟天子之事无小事,此事可大可小,处理妥当就是平安无事,但万一处理不好就是招惹杀身之祸的大事。 经历了短暂的慌乱之后,深谙后宫生存法则的贵妃当机立断,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思索片刻后,依据自己对枕边人的了解记上心来。 他命人寻得一块红色丝布,心灵手巧的贵妃手指上下翻飞,不一会儿便将丝布裁剪成一件红色的扇形内衣。 贵妃入内室重新更衣后,扇形内衣不仅巧妙地遮住了胸前的抓痕,而且更有锦上天花之笑,鲜艳的颜色,流畅的裁剪衬托得贵妃的曲线更加玲珑有致。 果然穿着挂字的杨贵妃前去面见玄宗时,丝毫没有露出破绽,反而歪打正着,深得圣兴。 一场惊心动魄的祸患,就这样被贵妃悄然平息了。 工人见贵妃如此得玄宗宠爱,便纷纷开始效仿,很快,这种名为贺子的扇形内依便一传十十传百成辐射状的从宫中流传至民间,甚至一度出现供不应求的盛况,杨贵妃又一次引领了唐朝的时尚潮流,误打误撞成为了女性内衣的创始人。 安禄山每次进宫总是先拜望杨贵妃,而后再恭恭敬敬地给唐玄宗请安。 唐玄宗终于忍不住问安禄山此举何故,安禄山一本正经地说,回禀陛下,微臣乃是胡人。 对我们胡人来说,母亲就是应该在父亲前面的,这番话说得讨巧,听得唐玄宗十分受用。 等到了后来,唐玄宗与杨玉环的姐姐国国夫人勾搭在了一起,唐玄宗将许多精力放在了国国夫人身上,对杨玉环冷落了起来, 得知此事的安禄山开始频繁出入后宫,为杨玉环姐妹。 众所周知,杨玉环作为我国古代的四大美女之一,相貌自然是极为出众的, 安禄山早在第一次见到杨玉环的时候就对她动了心思, 但因为杨玉环一直深受唐玄宗宠爱,两人关系极为稳固。 所以,安禄山从未表露出来,但随着唐玄宗对杨玉环的冷落,加上安禄山此时的身份已经今非昔比了, 她也壮着胆子向杨玉环表露了爱意。 至此,安禄山出入后宫禁院,就跟走自己家后门一样无所顾忌, 安禄山还会整夜在杨贵妃的寝宫不出。 也因为这样,杨玉环与安禄山之间的关系成为了许多后人讨论的话题。 后来,晚年的唐玄宗越发昏庸无能,令安禄山心生反意。 再加上,她的对头杨国忠一直在唐玄宗面前说安禄山的坏话,公元755年。 安禄山发动了安史之乱,发兵长安。 大败的唐玄宗带着宠妃,杨玉环开始逃亡生涯, 途经马为一时,士兵们开始滑变,矛头直指杨玉环,杨国忠兄妹两人, 最终为了自保,唐玄宗命令杀了杨国忠,用三尺白领颂勒杀了杨玉环,杨贵妃惨死。 安禄山听闻后日夜哀嚎不止,竟然哭到失明了。 有人甚至说安禄山是为了得到杨贵妃,才发动安史之乱。 结果杨贵妃红颜薄命,安禄山当然同信。 安禄山能争善战,且很会笼络人心,为人处事,但却因为一个女人。 招来了自己的杀身之祸。 安禄山有一个爱妾段氏,颇有几分姿色,深得安禄山的喜爱。 康氏虽然是安禄山的正妻,却不得宠爱,一直被留在家里。 安禄山经常带着小妾段氏在外面逍遥快活。 安史之乱爆发后,正妻康氏和长子安庆宗被唐玄宗赐死, 安禄山却大摇大摆地建立了伟严国,自称圣武皇帝。 他不仅没有追封康氏为皇后,还直接封了段氏为皇后, 安禄山还想立段氏的儿子安庆恩为太子。 原来的嫡子安庆旭就不愿意了,安庆旭是原配康氏的二儿子。 跟着安禄山到处征战,能力很强,如果康氏活着, 或者安禄山追封了康氏,那安庆旭就是活着的嫡长子了, 加上他的战功是当之无愧的太子。 而安禄山宠爱段氏,甚至要立皇毛小儿为太子, 安庆旭忍无可忍,发动兵便干掉了安禄山。 而安庆旭能轻而易举地干掉安禄山,主要是有两个原因, 一是安禄山那时候身体不好,体重330多斤,还失明了。 二是安庆旭拉到两个帮手,一个是安禄山的军事盐庄, 另一个是安禄山身边的太监李珠,安禄山势力变差后。 经常对身边的人拳打脚踢,盐庄和李珠经常挨打, 三人配合默契,安庆旭为了不背负师父的罪名, 让李珠首任了安禄山。 安史之乱爆发一年,安禄山就死了。 但这场战争却持续了八年, 安史之乱不仅改变了唐朝的整个政治生态, 在那之后,中国南北的贫富分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因为叛军对北方人民的多年祸害, 很多北方人移居南方, 使南方一步步赋于北方, 造就了南方在文化等各方面的快速进步。 安禄山作为叛军的领头人, 无庸置疑要对这段历史负主要责任。 但他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唐朝政治斗争的必然产物, 唯唯大唐, 虽容得下肆意安居乐业, 但所有的逆势而为, 都需要在一个王朝真正施行无德的时候, 才能靠顺水推舟获得成功。 安禄山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 尽管他发动了安史之乱, 但他也是一个有才华的军阀和统治者, 他的治理能力和文化爱好在当时也得到了一定的认可。 他的一生,不仅是唐朝末年政治和经济状况的缩影, 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 安禄山的成长和发迹, 是跟那个大时代背景, 仅仅联系在一起的, 是时代的大朝把安禄山推向了风口浪尖, 他的失败是必然的, 也是顺应了历史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非诚勿承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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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